重 靠近 重心偏上 反正下面一定要拉長就對了 都擠在上方 就是轉輸的結構 旁邊推 好 這個都是要擠在上面 下面一定要讓它拉長 這樣才有轉輸的味道 蛇啊 好 蛇 左小右大 左邊短一點 稍微向左 向右 折 反 反 手還是拉長 轉書的結構體 就是下方拉長 這是習慣 然後左邊因為下方沒有塑化 所以就寫短 靠上面 每一個字體都它的結構法 哲立書也有 轉書也有 但是 這個結構法則會隨著朝代 改變 所以清朝的跟秦始皇的時候 又不一樣 清朝跟秦始皇的 傳書結構法則 還是有不一樣的 靠近一點 往外 往外 黏住 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轉書是用線條的能力 那你說對 凱書有沒有幫助 我認為幫助不大 因為轉 凱書不是這樣寫字的 不是用這個方法寫字 所以 幫助並不太大 有一點幫助 就是說 就好像 你打球 你會打 乒乓球 如果你會打網球的話 那多少也是有一點幫助 在學會比一般人來得快 但不是說你學了 網球 乒乓球就會了 不是 東西可以互相影響 但沒有一個絕對的 因為有時候技能就是不一樣 就像你學體操 你學地板 當然可能在學其他的項目 就會覺得方便多了 但是不見得有太大的 絕對的幫助 我常覺得我的轉書基礎 是來自於我年輕學過轉書 而不是學了凱書 所得到轉書的基礎 同樣我的凱書 也應該是我 以前學過凱書 所打下的基礎 行書也是因為我學行書 曆書也是因為我學曆書 並不是因為我學曆書了 得到曆書的基礎 學曆書了 就得到了什麼轉書的基礎 我覺得並不會耶 我覺得那筆法就不太一樣 美感跟筆法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的凱書 凱書基本功比較好 轉書是我基本功最差的 因為我年輕花在轉書時間 應該是最短 最短 我的傳書寫得比較少 但是還好 還好我的老師以傳書為文明 然後我的老師的老師 是渡海來台的傳科書法大師 所以其實我的傳書 雖然不能說算好 但至少還算正統 渡海來台的 大師所留下的筆法 大師所留下的筆法 嗯